由于剧本作废的缘故 今天一通知演员们排练暂停 等新剧本完成之后再重新开始 赤音和其同事花野牙医得知这一消息后 不仅感慨事情变得麻烦了起来 毕竟原作者没给出许可的戏目不能擅自演出 赤音觉得排练中断很难办 因为这次的舞台剧所采用的是环绕型剧场 自己还是希望排练时间能多些 就在这时 阿奎亚突然一脸平静地问出了一个 让赤音和牙医同时绷不住的问题 啥是环绕型剧场 对于连这个都不知道就参与排练的阿奎亚 赤音感到十分震惊 牙医更是断定阿奎亚对舞台毫无概念 事实正是如此 在阿奎亚看来 戏剧舞台基本都是一个样 这种看法令牙医十分无语 赤音则被气成了包子 不满地询问阿奎亚是不是不怎么喜欢戏剧 而她得到的回答是 啊 被发现了吗 阿奎亚告诉赤音 准确地来说自己不是不喜欢 而是不会很积极地去看 在她看来 戏剧表演每次切换到下一幕都要重新布置舞台 导致节奏很拖沓 可动式的舞台装置又显得很简陋 而且戏剧特有的夸张演技也让人跟不上 同样是打发时间的话 还不如看表现手法更加到位的影像类作品 对于阿奎亚的这番话 赤音倒是毫不意外 毕竟这确实是长年以来一直被反复提及 戏剧本身确实要克服的课题 赤音承认戏剧在今天已经成了西洋文化 但阿奎亚的想法也确实很过时 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话 抱有这种想法就更令人困扰了 在确认阿奎亚没在环绕式舞台看过戏剧后 赤音向他提出了邀请 难得空出时间来了 咱们稍微约个会吧 就剩这个机会让你好好体会一下 戏剧可是比影像更高级的体验性娱乐哦 就这样 阿奎亚和赤音的约会开始了 赤音选了一部很有人气的剧目 与阿奎亚在环绕型剧场中入座 戏剧正式开幕 只看过传统戏剧的阿奎亚 终于见识到了360度的立体环绕屏 能够打开的屏幕 时不时有风吹来 四地电影般的体验 此时的阿奎亚就像是进了大观园的流浪了 无时无刻不再刷新认知 即使戏剧落幕 他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见此情远的赤音愤外喜悦 联盟问阿奎亚体验如何 阿奎亚一本正经的回答说 比自己想象中有去五十倍左右 比如直接当显示屏用的帷幕 就让他十分吃惊 有了这个 在戏剧中就能随时使用影像表现 赤音则得意的插话说 人们现在时常说故事拉开了帷幕 但现在这个说法早就过时了 阿奎亚也立刻接过话茬 称现在的说法 或许是故事打开了显示屏 并得到了赤音的认可 随后又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自己的这次观看体验 说最让人惊讶的是 观众席本身也可以360度旋转 这样一来 舞台本身都可以同时准备好几个 这样就可以迅速在幕与幕之间 无缝切换 戏剧本身的结构性缺陷 就这样在物理层面得到了解决 还不止是这样 观众席的旋转构造 也能当作一种表现手法使用 能在戏剧这种体材中做到的事 也就大幅增加 要有演出手法变得更具冲击力了 演员的表现 也不可思议地变得更有感染力 剧情的编排也相当喜练 快到这里 阿奎亚突然觉得 自己专业词汇有些贫乏 于是老老实实地表示 总而言之超级棒 还说现在自己知道 赤音说的体验性娱乐 是什么意思了 这的确是光屏影像无法传达的体验 而一旁的赤音早已绷不住喜悦 以至于阿奎亚不禁吐槽 至于这样吗 嘿嘿嘿 因为人家一直担心 能不能让阿奎亚军享受戏剧嘛 心里一直很不安的嘛 我就知道阿奎亚军是能欣赏到的 我好高兴 当然了 这里也是日本最豪华的剧场之一 其他地方的戏剧 大部分还是跟阿奎亚说的那种差不多 不过如果今天的体验 能让你明白如何享受戏剧的话 那我会超级开心的 怎么说呢 态度变得积极点了吧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毕竟阿奎亚军本来就是专攻影像方面的 赤音说着说着 雷田突然从二人身后出现 见到雷田的二人十分意外 问他为什么在这里 雷田则表示 刚刚那部戏剧就是自己负责的 每当他情绪消沉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看看观众们的表情 因为观众的表情是最诚实的 看得开心就会喜笑颜开 觉得微妙就会面无表情 这些都会成为雷田干家的来源 从这一点上来看 阿奎亚军的表情就很棒哦 大树我也开心起来了呢 雷田的话让赤音也产生了兴趣 让阿奎亚再做一遍刚刚的表情 阿奎亚则立刻背过身去 坚定拒绝 见眼前这对公开情侣如此恩爱 雷田怀疑自己一不小心挡了电灯泡 赤音则连连表示没有 随后阿奎亚问起了东润剧本的情况 雷田也如实相告 说自己今天就是因为要和出版社碰头才过来 原作老师阿鼻子似乎十分固执 无论如何都坚持换掉勾啊 自己写剧本 对此 阿奎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看完刚刚这场舞台剧的他 觉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哥尔的剧本 是一把剧场的长处 全部活用起来为前提写的 就算有点做作的大端才思 在这个剧场也可以很有感染力 原作者阿鼻子 恐怕和看过这部戏剧前的自己一样 对剧场和舞台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 多半会以在高中体育馆表演的感觉来写剧本 今天看的舞台剧 是将剧本和舞台装置高度结合起来的专家手笔 不管阿鼻子是当红漫画家还是什么也好 在舞台剧本方面只是个外行人 不可能写出高水准的作品 对于阿奎亚的看法 雷田深表认同 虽说这方面的问题 也会由我们想办法来弥补了 不过你注意到了吗 今天这部剧也是给我写的 他可是很优秀的 不仅发自内心喜欢戏剧 还很好学 该稿时也会很有毅力地奉陪到底 只要是他负责剧本的舞台剧 每次都能让观众们满面笑容地从剧场中走出来 其实真的是 不想换掉他 雷田越说越沮丧 并突然陷入沉默 直到赤音询问他还有别的办法吗 才突然回复到日常样子 打声抱怨很难办 他们的立场也没有强盗 能在大出版社面前做到什么的地步 但是 现在能做点什么的 也只有雷田先生了 阿奎亚的话 让雷田若有所思愣了一下 随后缓缓露出微笑 并说了一句 这倒是没错 就这样 雷田告别了赤音和阿奎亚 赤音和阿奎亚 则继续聊起了编剧《够》 赤音坦言 如果从原作立场上去看 自己也会对《够》的剧本 存在或多或少的不满 但从剧本本身来讲 《够》的创作 无疑是十分优秀的 这也是自己会照着眼的原因 阿奎亚认同他的说法 并表示 不管是原作者还是编剧 都有各自的主张 问题在于 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不良的情况 如果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就有成为一部更好作品的可能性 毕竟今天也让我看了一部很棒的剧嘛 怎么说呢 作为今天这番感动体验的回报 就让我来小小的推上一把吧 阿奎亚这样说着 逃出了手机 东任舞台剧 因原作者阿鼻子对剧本的不满 而暂时停止彩排 此时与阿鼻子在一起的赖子 聊起了这件事 直言剧方现在似乎很困扰的样子 问阿鼻子要不要多体谅些他们 对制作现场再多一点信任 也没什么不好 阿鼻子则当即拒绝 还以赖子的亲身经历举例反驳 说今天就是因为赖子太过体谅剧方 全面信任制作现场 才变成了成片那个样子 这令赖子顿时无话可说 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作品中 有九成都是用作 换句话说 这世上的创作者 九成都是三流水准 所以能信赖的 就只有自己的才华而已 老师您就是太信任别人 要不您下次也试试 态度强硬一些 阿鼻子坚定地说着 赖子也只好随身附和 但心里的想法却颇为苦涩 因为他知道 阿鼻子之所以能说出这种话 是因为他是天才 在这之后 赖子接到了阿奎亚的电话 阿奎亚说 想带今天祖和赤音拜访赖子 赖子也欣然应允 并热情地招待来家里做客的四人 准确地来说是三人 非今天祖的赤音 对自己一个无关人事业来叨扰 表示道歉 赖子则表示完全没关系 自己很高兴看到赤音 于是赤音和大家一样 参观起了赖子的工作台 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漫画家家里 此时身旁的梅尔特 立刻表示俺也一样 加奈则故意大声告诉大家 拍电影时自己去过好几次 于是房间内 突然出现了两股杀意 一股来自梅尔特身后的赖子 一股来自加奈身后的赤音 梅尔特完全没意识到 针对自己的杀意 还在赤音和赖子聊电子化的漫画 已经成为主流的时候插画 又是感叹漫画家真厉害 又是询问赖子 是不是作画和剧情都要自己想 被赖子一脸嫌弃地回答后 才跑去阿奎亚身边哭诉 说赖子老师只对自己一个人特别冷淡 阿奎亚也毫不留情面地表示 人家心里想的一定是 亏你还好意思跟着跑来 聊了一会儿后 赖子拿出了啤酒 并在号召干杯之前 询问起了大家的年龄 发现他们都是十六七岁后 产生了一种想死的冲动 随后只能在阿奎亚 原来您是个酒鬼的吐槽中 毒啄了起来 赖子边喝便与加奈聊天的时候 阿奎亚和赤音说起了悄悄话 赤音问阿奎亚 之前不是说要帮够啊 这跟赖子老师家有什么关系 阿奎亚则告诉他 不仅限于漫画家 但凡作品一度热卖过的创作者 基本上都是下意识地觉得 老子实力天下第一的人 不仅编辑的话不怎么会听 周围的人也全都变成些 光会拍马屁的家伙 以至于创作者 最终完全听不进去他人的劝告 这种情况下 唯一还能听进去的 就是同行的建议 如果建议的人是前辈或者师父的话 那无疑会更加有效 阿奎亚正是觉得 只有赖子才有可能说服阿比子 才来此地拜访他 他本想拜托赖子 邀请阿比子也一起来 但由于阿比子是周刊连载漫画家 与时常有空闲时间的赖子不同 确实没时间前来 就连前些天探班彩排也是千方百计击出的时间 回去后就立刻继续赶稿了 赖子告诉大家 周刊连载这种事基本上来说就不是人干的 是只有把自己脑子改成周刊形状的士兵 才能干得来的工作 如果不是连约会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开始思考现搞事情的那种人 根本就做不来这个 而且阿比子现在必然也是格外忙碌的时期 每当遇上动画画之类的事情 就会有很多逐如非话不可的彩色插画 或者需要原作者兼修的衍生作品之类的 要忙的事情可以说是堆积入山 聊完阿比子繁忙的工作 吃音又问起赖子 是什么时候和阿比子成为朋友的 于是赖子说起了自己和阿比子的相识过程 嗯 连在今天的时候 他还在我这里当助手吧 从以前开始 他就是个有点怪的孩子了 不太擅长和别人搞好关系 即使是跟其他助手 也几乎说不上话 唯独在谈到漫画的时候 会变得滔滔不绝 同为漫画家的话 只要读了别人的漫画 就能看出来作者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说到这的时候 吃音表现出了很强的兴趣 追问是怎样看出来的 于是赖子耐心地告诉他 基本上从画里就能看出来 比如哪些地方特别执着 哪些地方比较偷懒 毕竟漫画本身就像是打包起来的 裸下墨迹测试 自己看了阿比子的作品后 就立刻明白 他是那种想要和他人互相理解 但却因为无法做到这一点 而深陷苦恼的人 所以我就试着主动一点接近他 结果他也变得和我亲近起来了 还是挺可爱的呢 不过嘛 在那之后 他就一下子确定了 要在周刊跳跳连载 转眼间就成了大卖的漫画家了 一眨眼的功夫 就被他甩在身后了 因为他是都没有品尝过挫折 就走红的类型 当然会觉得 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了 赖子有些无奈的感慨着 赤音则继续追问 难道编辑不会制约阿比子老师吗 对于这个问题 赖子告诉大家 编辑只有两个工作 还让大家猜是什么 艾奎亚率先抢答出了第一个答案 让作者能够创作出大卖的漫画 众人则七嘴八舌的猜测起了第二个 有猜宣传的 也有猜欠字的 最终 赖子以创伤应激后遗正般的表情 说出了正确答案 让大卖漫画不会完结 并解释说 摇签树连载的完结 甚至会影响杂志整体的价值 而正在进行跨媒体企划的作品 就更加不能完结了 因此对作者进行精神层面的呵护 也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于是到了最后 编辑就不得不变的像任性作家的保姆一样 结果就是大卖漫画家越来越骄横 一边把忙碌当借口 一边越来越任性妄为 蛮不讲理 说到这里 嘉奈脸色突然变得极其难看 还说自己稍微有点想死 因为这类事他切身体会过太多 甚至周围只有马屁精是不行的 这样走红之后 必然自信爆棚 变得目中无人 就连身边的梅尔特也深有体会 就在二人对自己的经历 统心疾首之时 痴音终于对赖子切入正题 请求他帮忙说个情 不要让阿比子撤掉编剧 听到这个请求的赖子 先是一愣 而后想起了阿比子之前说过的话 这世上的创作者 九成都是三流水准 所以能信赖的只有自己的才华 赖子并不完全认同阿比子这种看法 对阿比子的感情也有些微妙 赖子清清楚楚的记得 阿比子当自己助手时稚嫩的样子 记得他告诉自己 连载漫画动画画时脸上的喜悦 当时的赖子 无疑是发自内心的恭喜阿比子 为他感到高兴 再之后 阿比子漫画销两标绳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的消息频频传来 看着他在走红的道路上 简行渐远的背影 身为同行的赖子 不可能没有一丁点嫉妒 但即使如此 阿比子还是将赖子当作启蒙老师 赖子也始终都是阿比子最坚定的同伴 因此他拒绝了赤银的请求 阿比子老是这种 因为原作被随意扭曲而心生不满的心情 我是非常能体会的 我啊 其实很不擅长批评别人的工作 所以在跨领域媒体喜化的时候 会是那种倾向于把事情 全都交给对面的撒手主义者 但内心的想法 其实和阿比子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对方能带着爱意 去善待自己的角色 毕竟作品里的角色 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不起啊 我也知道舞台剧的日程很紧 但在这件事 我大概还是帮不上忙的 赖子委婉地拒绝了 赤银和阿奎亚的请求 阿奎亚也没有死缠烂打 只是拜托赖子 帮自己将一个信封交给阿比子 而此时的阿比子 正在家中疯狂赶稿 似乎真的快赶不上交稿日期了 接受阿奎亚委托的赖子 来到阿比子家拜访 发现他此时仍在赶稿 看到赖子来到房间的阿比子 并没有停下画笔 而是边画边为自己 没法迎接道歉 赖子也意识到 昨天才是解稿日期 也就是说 阿比子其实已经是逾期交稿了 随后吐槽起阿比子家 脏乱得一塌糊涂 助手根本没法上门 结果被阿比子告知 他早就开掉了所有助手 因为助手们不管怎么说 都无法配合自己的画风 画的背景表现不出感情色彩 比起没完没了地给他们修正 还是自己画更快 由于两个月前就辞退了所有助手的缘故 阿比子现在每天大概只睡两个小时 今天更是因为逾期而没办法睡觉 得知这些的赖子严肃地警告阿比子 这样下去真的会死掉 就算不死也会易于休养一条龙 以至于以后再也没办法 用原来的速度画画 阿比子却表示死了倒是挺好 毕竟下周还有彩业 但基本加业也非话不可 工作多的做不过来 又在赖子的提醒下 想起来还要亲自写舞台剧剧本这回事 见阿比子如此凄惨 赖子决定客串一下他的助手 帮忙填充背景 发现阿比子美化的作画量 和作画密度极其惊人后 更是边画边劝告阿比子 趁早再找个助手 但遭到了阿比子的拒绝 阿比子称 无能的责编也这么劝自己 但并没有带来什么能派上用场的人 还抱怨高质量的人才 都被送到了老字号作品那边 于是赖子又告诉他不要太挑剔 助手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结果又被阿比子反驳 说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自己也不是没想过培养助手 但稍微批评的严厉一些 他们就辞职了 你那绝对不是稍微的程度吧 虽然我也知道你是对作品质量很讲究 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行的哦 你啊 或多或少还是要在作品上妥协一点 在生活中过得稍微有点忍耀吧 对于赖子苦口婆心的劝道 阿比子完全没听进去 只愿作品一旦妥协就会瞬间被读者抛弃 赖子也继续表示才没有这种事 只是阿比子做法有问题罢了 就这样 二人的对话逐渐变成了争吵 越来越不耐烦的阿比子大喊 老师年幼懂什么 赖子也依旧坚持态度 称自己至少知道这是错的 还说阿比子现在完全就是把作品当成人质 来逃避正常的沟通 怎么看都不过是把自己没能做好的地方 拐随到别人头上 这样的做法最后只会把自己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 而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阿比子 我才不要被幼哉幼哉画着月刊的人这么说 这种话能不能请您自己也卖出去五千万本再说 我这边就是在那种层面上战斗啊 每周都是在沉重的期待中拼死拼活的干下去啊 阿比子的话让赖子立刻沉默了下来 许久后才缓缓表示 阿比子也变得能说回到了 毕竟在现在的业界 能反驳阿比子这番话的漫画家几乎不存在 但即使如此 赖子还是回怼了过去 确实 我没有你那么惊人的销量 但是真的不好意思 我画的漫画比你的更有趣 你这种纯片个人天赋 以耳目一心为卖点的漫画 虽说的确能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吧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从本质上来说根本不能算极乐作品 啊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又是这种误以为讨好读者的剧情展开 就是趣味性的自称专业人士的评论 一心以臣服的老掉牙套路 当王道的老古董 最近的东人可不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吗 自从十二卷左右开始讨好读者 那之后的剧情 说实话就已经很微妙了 刀鬼和剑衣的CP算怎么回事 不就是屈服于角色人气中途插入的半吊子展开吗 你不是也在画这种半吊子漫画吗 赖子毫不留情的批判直处阿鼻子软肋 以至于刚刚还气势汹汹的阿鼻子 一下子绷不住情绪 无助地抱怨赖子说得好过分 解释自己也只是想回应读者的期待 赖子则乘胜追击 疯狂输出 嘲笑阿鼻子这个漫画家大爷 也会在读者意见面前卑躬屈膝 还问阿鼻子是不是忘了谁叫他画的漫画 而被怼得眼泪直流的阿鼻子 也抓住这一契机展开新论反击 老师您不也是 当年的锐气都被磨平了吗 今天电视剧我可是看了的 惨到那个分上都能容忍 您是已经没有职业自尊了吗 阿鼻子的反击 同样戳进了赖子的废管子 却不了这番话 反倒是彻底解除了赖子的封印 让他进入狂暴模式 结合亲身经历更加严厉地教育阿鼻子 赖子说 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完成工作 要是都能大成功自然很理想 但事实往往没这么完美 被人习惯捧成天才的阿鼻子可能已经忘了 无论哪个漫画家 每三部作品里总有两部会无聊得很 明明自己的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 却对别人的工作抱有百分之百的严格要求 这未免想的太美了 但是老师还是太放人俱方了 要说的话确实是这样 但就算是我也有好多事情没办法好好做到 毕竟我本质是个阴暗角色呀 老师算阴暗角色我又算什么 要是没有漫画的话 我就只是个适应不了社会的家里蹲罢了 不是吗 我可是听说了 老师您不是把主缘的演员叫到自己家里聚餐了吗 太奸诈了 根本就是阳光角色 这点事情自己也做得到吧 怎么可能做得到啊 我才没有办法像老师一样好好跟别人相处啊 人家其实也想和大家一起 够了 别哭哭啼啼的 赶紧给我闭上嘴继续描写 老师您才是 上次画背景是多久以前了 要是透视画歪了 我可是会让你重画 别想看人 你以为我当了多少年是野漫画家 就这样 二人继续边画边炒 并成功在天亮较稿 何须的阳光 散在两个筋疲力尽 如同尸体般的漫画家脸上 不一会儿 尸体们又开始了对话 每次我都会有种疑问 每周都觉得 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结果最后还是 莫名其妙地赶上了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毕竟再怎么样 我们也还是商业漫画家 该有的矜持还没丢呢 老师您那里 每次到解稿前 也一样过分呢 动不动就从上午九点 一直干到深夜四点 今天的时候 确实很对不住你们了 现在已经算是 相对良心的职场了 我也说声对不起 因为睡眠不足 还有因为同事在家 干别的事情 脑子里乱糟糟的 说了好多过分的话 没事了 我也有责任 你那些话要是对别的谁说了 神家肯定会光速跟你绝交的 你可要注意点 聊到这里的阿鼻子 眼角缓缓地下泪珠 他询问赖子 如何才能和人好好相处 赖子也耐心地告诉他 要多体谅别人 互相多让一步 快媒体计划是和他人 一起进行的共同作业 说白了就是仅靠自己 做不到的集体作品 无论这类作品的成品质量如何 都完全不会影响到 自己的原作 因此只要带着质量很高 就是中大奖的心态就行了 这种要看开的事情 还是看开点比较好 但即使赖子这么说 阿鼻子还是坦言 自己十分讨厌今天电视剧 因为赖子的作品 明明要厉害得多 看着阿鼻子真诚又可怜的样子 赖子不禁想起了 他刚入行的时候 当时刚踏入这行的阿鼻子 谦虚地表示 自己还并不是特别擅长画背景 但会尽力而为 还告诉赖子 自己是他的粉丝 今天是世界第一的漫画 而自己的梦想 就是成为像赖子一样的漫画家 就在赖子回忆 二人出狱的时候 阿鼻子的声音打断了他 喜欢的作品被玷污 是最最讨厌的 这种感受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阿鼻子淡淡地哭着 而后睡了过去 见此情景的赖子 则温柔地帮他盖上了被子 真是的 想到的事情 不经大脑就说出来可不好 真是个笨拙的孩子 来到阿鼻子家拜访的赖子 将阿奎亚给的信封交给了阿鼻子 信封内是一张舞台剧的票 听说这部戏剧 可以作为剧本撰写参考后 阿鼻子抽出时间来到剧院 观看了此前阿奎亚和赤音一起 看的那部舞台剧 负责任雷田也立刻得到了消息 于是连忙吩咐助手 一定要恭恭敬敬地把阿鼻子请来 就这样 雷田与阿鼻子的交涉开始了 哎呀 真没想到老师 您会亲自赏光呢 明明只要您开口说一声 我们就会准备好票的 我们的舞台剧 您感觉如何呢 雷田诚慌诚恐地说着 被阿鼻子称赞舞台剧很棒 对其剧本撰写很有参考价值后 更是满脸谄媚 谎证自己十分期待 阿鼻子亲自写的剧本 能由原作者撰写剧本 想必所有人都会高兴 就在此时 阿鼻亚的话突然从心脑海中闪出 现在能做点什么的只有雷田先生了 想到这里 雷田缓缓收回鱼奉承的表情 面色严肃地对阿鼻子提出了交涉请求 老师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为难的立场 如果今后不能继续跟出版社保持良好关系的话 我很难再争取到工作 而且在著作人身权当中 也有着叫做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条文 如果没有老师您的许可 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演出东人舞台剧的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您临所当然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 您才需要在心里记得这一点 老师 您写的剧本是真的真的有可能 就这么原原本本被采用的 雷田以罕见的认真态度说着 但却还是没能左右阿鼻子的决定 阿鼻子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自己完全可以接受 这样雷田不得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 不不 还请您稍微考虑一下 万一老师您写的剧本很糟糕 为了确保能控出演员们的排练时间 也是有可能就这么直接采用的 确定现在有个天才小说家在这里 这个人第一次画的漫画风景稿 有可能是一百分吗 舞台剧本也是一样的 再怎么天才的漫画家 也是不可能一上来就写出最棒的舞台剧本的 但是 如果您搬出保护作品完整权来 我们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就这么一字不差的采用 那样的话 想必就会变成一处水准一般的拖大剧目了吧 听了雷田的话 阿鼻子的第一反应是他在威胁 雷田却表示彼此彼此 还气势满满地说 区区这种程度的交涉 自己不知道进行了多少回了 他要保护的是一百多人的饭碗 为此就算让他去给一两个老头子 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其作为负责人的觉悟 这番觉悟也着实惊到了阿鼻子 就在阿鼻子反复思考自己有没有听错 雷田要给老头子干什么的时候 雷田突然告诉他 今天这部出色的舞台剧编剧就是够啊 拜托阿鼻子再试着相信一下这位编剧 阿鼻子也在此时想起了赖子前几天 刚刚给他讲的为人处事方法 多体谅些别人 随后决定就再相信专业人士一次 带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与编剧Go直接交流 拒绝第三四五六七八方传话 就这样 在雷田的主持下 阿鼻子和Go通过将文本上传到云端的方式 进行实时分享 一边视频通话 一边现场修改 雷田作为制作人 最多只能允许到这个地步 事实上 以中介者来说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下下策 二人就此关系更加恶化 导致整个企划告吹的事情十分常见 到了这种情况 接下来作者与编剧的关系发展只能听天有命 不过事已至此 雷田认为反正状况也不会变得更糟了 索性就放手一搏 但除此之外 他其实还有一件十分担心的事 这件事此时正在发生着 这里和这里直接删掉也可以 取而代之的是请在这里补上这样的台词 但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太偏离原作剧情了老师 没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保持角色核心 只要这根支柱没有歪 那么不管怎样都OK 原来如此 感觉稍微能看出老师的容许程度在哪了 这样的话 这里这样改如何呢 可以可以 你这不是很懂吗 这里的话要改成这种感觉 哎 这是为什么 如果不了解舞台构造的话 要直观理解这里的意图可能会有点困难 这里会在转按之后移动大屏幕 这里会跟着角色的心情变化起来 哦哦 原来如此 就这样 阿比斯和购尔一团和气的享受着创作 二人取长补短 交流各自的行业心得 还会边创作边闲聊 社工的阿比斯羞涩地称赞购啊的舞台剧 说自己十分喜欢 希望购啊能将动任的舞台剧写成这种感觉 听闻此言的购啊 先是开心的哈哈大笑 而后表示 如果这样写的话 整体气氛可能会大幅改变 阿比斯则表示完全没关系 让购尔放手去做自己擅长的事 就这样 二人的创作氛围越来越嗨 那么这里用舞台效果表现就好了 这里也不重要 那这句台词删掉好了 这里也不需要 那也删掉 啊 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唇高演技之称 哈哈 你也越来越懂了嘛 那删掉删掉 这里也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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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这里 都闪了 都闪了 哈哈哈哈 就这样 在两名优秀创作者的才华碰撞下 新剧本完成了 阿比斯满眼期待的称赞购啊 创作了一部相当棒的剧本 还说眼前已经浮现出了演员们表演的画面 雷田则满脸绝望的找购啊要解释 购啊也只好颇为抱歉的告诉他 自己写着写着写嗨了 同时强调阿比斯老师相当中意这一版 没错 这就是雷田十分担心的情况 创作者一旦团结起来 就很容易搞出极端的作品来 眼前的这两个家伙就是如此 考虑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进一步修改 而且从剧本上来看 这部舞台剧如果进行的顺利 必定会成为一部惊人的作品 雷田决定原封不动采用这版剧本 并与演员们一同承担起这份压力 接到剧本的演员们反应各不相同 击穿十分淡定 齿音喜出望外 梅尔特深感绝望 阿奎亚面露难色 唯独尤马加奈表情十分复杂 真是的 还真是改出了一个不得了的剧本 说明台词大段删件 净是些必须只靠动作来设法表现的场景 这不就是把一切都堵在了演员的演技上 把得分机会全版尾扔过来的胡来剧本吗 也就是说 万一失败了的话 责任就会全都落在我们头上 这下子甩过来的担子 会不会太重了点啊 加奈的话里满是抱怨 但眼中却充满了期待 经过了种种波兰曲折之后 原作者和脚本家的争端终于告一段落 随着剧本的平安完成 排练也正式重启 接下来便是考验演员的时刻 对于阿比斯和购娃合作的任性剧本 演员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加奈直言这种要求使出十二分演技的剧本 想要好确实蛮难的 鸡川则表示自己没啥问题 倒不如说之前有点放不开手脚 赤音更是在读完新剧本后面露喜色 因为这次的撬击终于对上了她的解读 甚至在剧本里还能发掘出角色新的一面 让赤音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研究 事实上 以鸡川赤音为首的啦啦啦剧团的演员 都更擅长这一版剧本的表演 在他们看来 用上身体来表现才算是真的在使用演技 由于经常和购娃编剧合作的缘故 剧团演员早就习惯了购娃编剧的坏习惯 并掌握了应对这些的诀窍 因此看到新剧本的众人 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三田继夫更是放话说 这是证明谁才是剧团啦啦啦真正顶点的机会 然而 此时的迪木组男演员却是另一番风景 除了专业2.5次元演员鸭志田依旧谈销自若外 阿奎亚和梅尔特都面露难色 尤其是梅尔特 他绝望地向阿奎亚抱怨 这根本没法演 离正式上台只剩半个月 感觉完全来不及 还说只有自己会拖后腿 这种情况对于阿奎亚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但阿奎亚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这次也不太行 排练开始了 啦啦啦剧团演员们 在新剧本的表演上都游人有余 阿奎亚则在表演时被金田一打断 金田一告诉阿奎亚 对待自己的重头戏要再认真一些 这里是故事中的高潮 在战斗中 乔姬身受重伤倒下 刀鬼立刻陷入绝望 而接下来乔姬奇迹般苏醒 刀鬼应该是在不安中得到解脱 带着强烈喜悦和希望的情感 金田一觉得阿奎亚虽然忠实还原了这一幕 但这是舞台剧 只有表演出更加强烈的感情才能传达给观众 因此需要用情感演技来实现 而这正是阿奎亚所缺失的技巧 休息时间 赤音安慰阿奎亚说不用太着急 毕竟这是第一次挑战舞台表演 肯定很难拿捏平衡 只要慢慢调整就没问题 却不料话还没说完 便被走来的加奈打断 加奈毫不留情地表示 赤音这样浇灌阿奎亚是不行的 而后只言不讳地询问阿奎亚 是不是没有使用情感演技的经验 还侃侃而谈地表示 演技这东西说到底还是会体现出每个人的性格 阿奎亚是平时就不怎么显露出情感的人 所以演技里也看不出什么情感来 他只会用一种表演方法 那就是模仿自己曾经见过的范本 然后忠实地在线 听闻此言的赤音立刻讽刺加奈 说他好像很了解阿奎亚一样 却不料这番话 竟助长了加奈的士气 那是自然了 毕竟现在在这里的人中 跟阿奎亚交情最久的就是我 这也是没办法嘛 毕竟我们是从只有一点点大的时候就认识了呢 实质上已经等于是青梅猪马了吧 跟最近才刚刚认识的业务女友自然不能混为一谈 加奈的话将赤音砌成了包子 阿奎亚则面无表情的吐槽 重逢其实只是前不久的事 而加奈已经进入了反省模式 觉得自己刚刚对阿奎亚说的话有些过分 但如果自己不说 可能真的没人会告诉他这些 事实上阿奎亚对此也十分清楚 他知道加奈刚刚的评价十分精准 自己就是用不出情感演技 也没办法像其他演员那样顺利激发出情绪 在任由眼泪流出来的情况下表演 于是主动向加奈请教起了哭戏 加奈也立刻开心地讲了起来 嗯 要说的话 例如情感激发和体感激发等等 各种各样的手法都有吧 不过在儿童演员的世界里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阿奎亚菌 如果你妈妈死掉了 你会怎么样 就像这样 把眼前之物想象成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从而让自己哭出来的手法 在这次的戏码里的话 刀鬼因为看到翘机并没有死 所以沉浸在了喜悦之中 这样的话 一边回想开心的事情一边表演 应该就行了吧 就算是你 也总会有那么几件开心的事吧 加奈滔滔不绝地给阿奎亚 讲述情感表演技巧 完全不清楚自己究竟踩了多大的泪 阿奎亚则呆呆地站在原地 努力在脑中检索开心的事 她想到了与仙怜同伴们一起录节目的时候 想到了与佳奈重逢后的相处 但这些都不足以激发出她的情绪 直到想起了新生毕小婷的第一次表演 才露出了由衷的幸福笑容 然而 同一时刻 阿奎亚心底的阴影也具现化了出来 那是前世五郎的脸 你在这开心个什么劲 别忘了 你没有救到她 你没有开心的权利 五郎的声音 领阿奎亚回到了爱被刺杀的那天 就这样 阿奎亚失魂落魄地 倒在了加奈和赤音面前 阿奎亚失魂落魄地 阿奎亚失魂落魄地